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YWCA分會的Elaine 呂 呂 呂千語 今天非常高興能為大家來介紹 今年年會最重量級的專題演講人 志榮集團的創辦人施政榮先生 Stan哥 Stan哥在過去30年呢 把台灣人想走而不敢走的品牌路 花了上千億的學費勇敢的走了一回 他是台灣的品牌之父 在60歲退休之後呢 他仍然致力於經驗的傳承還有公益 他對台灣許許多多中小企業的創業家 直接和間接的都受到他的影響而understand Stan哥曾經公開的坦承 其實他是一位英文苦手 大學聯考呢 英文只有30分 但是呢 卻成為影響全世界的企業家 Stan哥呢 他不只是一位企業家 工程師 創業家 他更是一位思想家 他更是一位思想家 今天呢 Stan哥為我們帶來的專題演講的題目是 用王道思維彈台灣的競爭力 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Stan哥 請各位會議由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等一下在舞台中間我們會放置一個麥克風 Stan哥會留一點點時間給大家做一些Q&A跟提問 到時候我們在活動專題演講結束之後 也請大家可以在中間準備來提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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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哥跟大家問好 我不是留一點點的時間 要留很多時間 大家可以來問 問到飽 今天非常高興 李靖良邀請我來談這個 我以為要用英文演講了 Toastmaster本來 我的腦筋裡面是練英文的地方 我大學研究所畢業 他跟我是同寢師 英是同基人 我就業的應徵的英文是他幫我寫的 有兩個公司要錄取我 一個是建年一個是環宜 那因為建年是Filish的公司 所以要用英文我就不敢去了 所以就到環宜 如果英文好的話 台灣的定職業就不一樣了 因為英文不好才有今天 那今天我發現呢 Toastmaster是談演講 那我在高中之前 上大學之前從來沒有上過台 那今天呢 我也不曉得我也沒有參加Toastmaster 所以好像還可以演講的樣子 所以就是不斷地要學習 英文也是因為我整個洪基現在 我退休之後呢 三分之二的員工是在海外 而且海外沒有基金沒有什麼台灣人 都是當地的人 所以整個溝通的語言當然就是英文嘛 那我也不得不學習一個 雖然只有30分的 考上30幾分的英文 我是記憶力非常差啦 邏輯很好啦 那國文英文都是地空飛過的 就這樣 那我想今天我要談的題目 就是我從川海開始就有所謂王道的思維 但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談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競爭力 有有有 王道大家知道是2500年前 孟子所提倡的帝王之道 那今天我們談的是大大小小組織領導人之道 在座的各位都是領導人 所以很明顯的對於領導人 他有基本的一個信念 很簡單 十二個字 創造價值 利益平衡 永續經營 這個做一個領導人 就是不斷地要為社會創造價值 讓組織 同時所有共創價值的厲害相關的人 他們利益要相對平衡 才能夠永續發展下去 談到價值的時候 實質上這個是我在1989年 在總統府談科技島世界公民 那個題目叫心懷科技放眼天下 已經三十幾年前 當時我就提到台灣的競爭力 要思考到六面向的價值跟六面向的成本 但是那時候沒有叫六面向 只知道直接間接有形無形現在未來 尤其是談無形的東西 當時我的題目是在談台灣如何創造價值 而不是只有考慮降低成本 我們的競爭力過去是以降低成本為主 但是降低成本是有極限的 除了透過科技 透過智慧 如果透過人工 年假的勞工 或者生活條件比較大 公司長的話 這個並不是我們發展產業 發展經濟的目的 當我們產業成功 經濟成功之後 成本一定要提高 我們努力的半天 就是要把成本提高 大家的目的 那你要有競爭力 只好創造價值的能力 要不斷的提升 還好台灣過去二三十年 就是研究發展方面 投入了很多創造價值的能量 所以才能夠保持現在的一個競爭力 所以這個是提到六面向 直接間界有形的是比較顯性的價值 大家比較看得見有感 尤其在民主政治的體系之下 比較看得見的 因為證件 它的任期只有四年 那它一定要提出有感的證件 有感的證件一定是顯性價值 但是對於間接無形未來 整個社會的永續價值的提升 是要靠隱性價值的投資 那隱性最重要的比如說 人才信念就是隱性價值 研究發展是隱性價值 品牌形象的提升是隱性價值 還有一個隱性的成本是什麼 過去都把它外部化了就是碳牌 空氣污染省了錢 但是它是對整個社會是負面的影響很大 所以現在當未來有碳稅之後 會變成顯性化了 你如果沒有把碳牌做好 我們的國際貿易也就不要談了 這個是整個世界也在變 那利益平衡這裡所談到了 就是因為價值是共創出來了 很重要一個觀念 是買賣雙方是價值的交換 共創價值 所以利益要相對平衡 否則沒有誘因大家繼續合作 所以利益相對平衡非常重要 我特別強調相對平衡 而不是絕對平衡 因為絕對平衡看起來好像公平 世界上沒有這種絕對公平的 只有一個就是選票 一人一票 絕對公平衡 結果全世界現在亂成一團 也就是民主政治 雖然它的自由言論各方面 是大家所嚮往的 但是那個機制由於是絕對平衡 再加上資源的分配 也用絕對其頭式的平等的這個概念 也變成無效的應用 所以這裡面絕對在整個真實社會裡面 要相對的是有問題的 所以相對平衡以及動態平衡 是非常重要的 動態隨著時間時空的不同 環境的不同 要不斷地做必要的調整 平衡的計势 1966年剛好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跟我同期進入交通大學研究所的 尤其有四個人 還沒有畢業的時候 就被聘到先給他聘書 然後畢業以後就到國外陪信念半年 薪水是200塊美金 等於那時候是8千塊 非常非常的高興 我們非常的羨慕 那是加工出口區的開始 就是兩個公司就是高雄電池 中學機構 然後跟建源電池 那兩家公司 1981年是在科學研究所也成立了 那剛好宏記1976已經創立了 因此也是第一家 算是電腦公司進入科學研究所發展的 本來前面五年宏記是做推廣微處理機 後期以貿易跟顧問為主 沒有做製造 但是1981年進入科學研究所製造 那2021年 因為我很 看未來台灣 下一波是什麼 現在大家習慣了幾點零嘛 應該是3點零了 我就推動一個分散事 不是集中科學研究所這樣 或者加工出口去 分散式的校園在校園裡面的研究研究 他做比較尖端的 有市場導向的研究 不是純過去學術界都是教授自己喜歡的題目 而是跟產業未好或者消費者希望的方向 做一些研究 然後我提出這個倡議 當然我不是像以前的 李智政是誰知道嗎 李國庭 在座人還不曉得孫應賢那時候有這個能量可以影響 我只有在民間不斷發表文章 狗會火車而已嘛 就這樣我就提出這個 但是我已經在啟動 在台南的陽明 現在是陽明教大裡面 在推動縱使的故鄉 就貴人 你住在哪裡嗎 貴人 我希望這個 我希望這個 附加價值會提高 本身 IP本身就是一個商品 以前沒有 現在IP本身就 智慧採產錢就可以商品 可以很大的很好的收入 第二個 這個商 附加價值智慧採產錢 放在台灣做製造 原來製造了載機 可以提高更高的附加價值 更有用 等等這裡面是下一波 我可能 希望朝這方向走 反正我只能發揮我的影響力 一步一步走 我的毛病就是講得很早 大概花三五十年才會目標 但是我比較有耐心 氣也比較長 1992年我提出了微笑曲線 昨天我的孫女兒在京都 她弄一個爛給我 所以老師都在談 什麼微笑曲線 大學 她在大學 她說是台灣的一個企業家 所提出來 也沒有提到Stan C 也沒有Stan格 但是我還在講一個 我到UC Berkeley 叫工學院的院長Mr. Newton 他也跟我做簡報 畫了一個微笑曲線 說說美國某一個教授 開始了 我說不對不對 是我開始了 他後來馬上改口 所以微笑曲線對那個影響很大 左邊是研發 右邊是品牌行銷 左邊是全球性的競爭 右邊是當地化的一個競爭 而並不是說製造不重要 製造相對比較簡單 附加價值比較低 但是它的規模也很大 也是很好的一個基礎 這是微笑曲線 如果要直談微笑曲線 給我一個小時 我就可以來深談微笑曲線 那今天不談這個 我們就因為提出微笑曲線 就要主要是談整個競爭力 台灣的競爭力在B2B 也就是從製造代工最早期的 加工出口區就是製造代工的EMS 或者OEM的觀念 到後來升級到從紅機開始 DMS或者現在大家談的ODM 也就是把研發也變成服務的一個項目 我們不是只有製造 DMS Deline Manufacturing Service 這樣一個概念 下一波呢 如何對C的了解 把我們的創新研發 把C的需求 能夠build in user-centric的一個基本觀念 就是台灣insight的一個基本思維 這個是下一波 台灣要提升它的副價價值 但是我們有沒有那個能量呢 我只能老實講 沒有 也是因為沒有 我在10年前才成立的 農營華人市場研發論壇中心 也就是要訓練一些了解消費者 所需要Customer inside的 這樣能力的一個計畫 做了很多人 這個是利用現在的基礎 B2B的基礎 能夠設計到C的需求 過去我們B2B 反正客戶的需求 都是OEM客戶 他只要給你規格 就可以了 或者像PC都有標準化的一個設計 另外一個 B2C現在還在努力中 已經努力40年了 非常辛苦 但是也交了很多協會 但是呢 整個品牌國際化 我認為 最近 弘基新的董事長 發展 他就利用他品牌的知名度 國際的管理的部署 通入了 夥伴 開始慢慢做很多創新 在2000年 我第二次再造的時候就提出 台灣有人做的 我們就不做 我們的研發紙做 台灣沒人做 只要有人做 我就外包 請他幫我做就好了 就這樣一個原則呢 將來 可能這個B2C的品牌呢 可能是用台灣整個能量呢 在國際上 開槍 那一張P圖 開槍P圖 我們並沒有太多話以前 包含微笑曲線 實際上微笑曲線 92年之後 我跑到世界各個角度去溝通 那大家包含Sony的CEO 他听到以后把所有一级主管找来一直听 Jack Welch就是G1的CEO 听到以后一直强调这个微笑起见 对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企业发展的策略很重要 所以我们话以前还要更多时间 至少半导体应该开始世界是最领见的 开始就有话以前别无分号 台湾就是讲话就算数了 当地的管理能力也就是有效的管理能力 比如说宏基三分之二的员工都在海外 还有我们现在董事长在Intel代购在台积电代购 他在Intel的时候下面都是白种人 所以现在他来到宏基的老外他搞定了 就很不好搞 因为形象的问题 我们没有那个形象可以管 他们自认为比我们文明 比我们进步的一个人种 但是未来如果我们的能量慢慢的累积 化以前我个人预测继续努力的话 我的孙辈那一代应该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的能力也比我们强很多 但是刚好我们那时候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比较高 就像当80年代 日本是世界第一的时候 所有西方式的世界都在 想要进一步了解到底日本的文化是什么 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这里面所以台湾现在已经很受重视 但是因为那个海峡的问题 台海的问题造成大家很紧张 但实质上也就是因为我们太厉害了 所以大家都担心我们出了什么状况 1999年921地震完以后 Business Week的Cover Story写Why Taiwan Matter 大家很关注 921对台湾是不是会影响全世界的经济 所以现在已经大家看到 不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现在也发展到台湾有事、世界就有事 整个都要停摆了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力量 那整个台湾是启动点换转移 全球化的构成里面 台湾启动了整个从垂直整合 变成垂直分工的这个产业的生态 那台湾是整个垂直分工的好处 就那一个分工里面能够专注 而且管理比较简化 同一个分工里面水平 都要整合变成有足够的规模 来降低它的成本 典范转移从台湾开始 但是我们是先知不解 做了还不晓得我们在搞什么 后来发现Hover Business Review的教授 我们说未来电脑公司 不做电脑的电脑公司 没有经延长的半导力公司 那是因为1983年 洪基在做电脑的时候 没有所谓代工这个名词 因为所有的电脑公司都是自己制造 没有需要代工 那因为我们自己打出去 突然发现台湾有技术设计电脑 而且做出来东西又品质又高 价格又有竞争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想要进入电脑的像我们早期拿到的单子 就IT&T还有NCR 它就因为两个都在美国会冲突 所以就成红基拿到以后 就成立了明基 专门做另外一家公司 来做这个代工 那这样就启动了 这个ODM的开始 品牌跟代工同时存在 单红在2000的时候 红基变成全世界第二家电脑公司 不做电脑 最后一家就是华硕 慢慢的就是没有分开 产销不分开的话 没有分工就不具竞争力 那台积电1987年 Morris张董事长 本来在德宜算是半导体事业部的总经理 算是已经对这个产业充分的了解 但在这个之前 电脑也好 半导体也好 是垂直整合的模式 英文的在半导体叫IDM Integred Device Manufacturing 这样 所以等于也开始进入一个 典幻转移 典幻转移有一个特色 就原来 在垂直整合的公司呢 挡不住了 大势手气 当年我记得也很清楚 1991 我看的报纸 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 反对这个论调 就是Intel Intel真的很强 撑了30年 也败下阵来 没办法 大势手气 顺势则星 逆势则衰 所以Intel恐怕要起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前几年 记者就问我 微笑曲线30几年 你还有什么想法 我又不得不被逼着说 我有新微笑曲线 我在过年的时候 就想到这个新微笑曲线是 Marty Dimension 也基于我的创造价值的思维里面 哪里能够创造价值 也就是利用跨领域的整合 尤其现在的经济发展 从2000年的知识经济变成创意经济 最近这几年所谈到的是分享经济跟体验经济 体验经济也表达了有价值的东西是隐性的价值 体验是什么 体验看不见 那你钱你拿出来 就它的价值是存在的 所以如何以体验 而且是用户的体验 而不是客户 1997年我在宏记就推动 以科技为中心 Techno Sentry 变成Customer Sentry 后来我发现又走了一半 应该是User Sentry才对 有客户用户为中心 那如何借重现有的资源 共享能够创造新的价值 而且从左边到右边 end to end 端到端呢 能够新的一个Bixy Model 产生这个价值从左边创造 一路走到最后端的User都能够体现 等于落实体验经济跟共享经济 但是谈这个里面 思维一定要先反转 讲起来像我在讲都很容易 但是很多人就意念自差就转不过来 因为做过去的很多习惯的思维所绑架做 所以机制也要配合翻转 否则没有办法有效的落实 所以为什么会出来演讲或者写很多文章 主要的就是先把不花钱的 让思维先做一些翻转 然后有心人就在机制上面也做一些配合的话 慢慢的才能够落实 就用图像还是 有效期限是靠图像来了解 我就谈台湾最有潜力的ICT 跟智慧医疗 那这个刚好是阳明交大和笑的 主要目的谈了20年也是最后 我算是后援会的会长 也是出来推动把那和笑了 那这里面我们有机会争取到世界第一的机会 我是个人认为最优秀的人才 我们这里有没有医界的朋友在这边的学生 都最优秀的都在台湾 都台湾最优秀独一的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也是me too is not my style 所以大家独一我不独一了 还好我第一次也没有考上台湾物理系 被分到较大的电子工程 所以我也不晓得历史会变成怎么样 但是呢这里面这两批人嘛 ICT电子业的是国际化 最早国际化创造比较多的价值 医生创造的价值是有限的 他能够服务多少人 电子业他为什么能够赚比较多的钱 因为他的价值是全球化的结果 所以我用这个绿色的这个当自动性 蓝色当医疗的微笑曲线 两边整合起来 就是新的跨领域的新微笑曲线 而这个新微笑曲线 如果你注意看左边是共享了5050% 我的方法我跟红继跟台大医院合作的时候 我就很简单说恶意天作无比较简单 也不晓得谁比较重要 相对平衡就好了 大家心里有平衡 因为大家也不知道 怎么才算什么最好的平衡 然而在中间呢是靠智通信的平台 能够智慧的软体能够不断的传达 资格格质制构际化 这样成本也低速度也快 到右边呢 一定还是要医界的朋友来帮忙 或者不知不能执行而还维法 一定是当地的医生要负责这个东西 这个是新微笑局线 我认为我们可以追求很多项目是世界第一 因为医科分裂是有过多了 就像奥运会很过多的项目 所以要拿幾個金牌 一定比奧運會拿得更多的金牌 因為奧運會好不容易 我們找到有可能拿金牌 集中了台前到了桌球式銀牌 就比較有機會拿獎牌 但是一屆我們要拿獎牌了 機會會比奧運會還要更多 台灣最後就談台灣的案情 1989年我提出科技島 科技島就是王道裡面創造價值的方向空間 世界公民是因為我們只能國際化 在國際化 我們要國際化的生態 要有一個利益平 變成當地的企業公民的角色 那主要的目的是六面向 尊重他的文化 尊重當地的人 大家一起來合作 產生一個利益平 那2016年在宏祭四十週年的時候 我提出一個 這兩個英文字是我創的 Sinovacian Island Sinovacian跟Sinovacian 因為我為這個也到 Google去查一下 人類的文明跟科技都有關 所以科技是核心 過去看得見了 半導體已經系統發展五十年左右 最近受到重視二三十年 但是真正未來五十年 都還是Sinovacian為主的科技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站在世界最領先的一個地位 而且有完整的生態鏈 把智能代工到IC設計到系統的設計 我們都有 而且有全球的合作夥伴在那邊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基礎 做更多更多的創新 跨領域就新微效曲線 尤其應用到智慧情像 智慧醫療 智慧農業等等方面 那創造世界的文明 實際上人類的文明分成物質的文明 跟精神的文明 而物質的文明 台灣早就對世界做具體的貢獻 2006年 我會在香港受獎 Time雜誌在亞洲六十多年的時候 六十年來的亞洲英雄 當年得獎的人有 李光耀跟鄧小平 表示我的還不錯的樣子 那個理由 就是台灣的個人電腦普及化 是我所帶動在台灣的 它的影響 這個就是物質文明 那接下來 我現在正在忙的 就科技跟文化 科技跟醫學 文化 藝術 醫療 防疫 這方面都是精神文明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已經 我講的一定不是用講的 而是在做 只是在水面下製作 可能要十年二十年才浮出水面了 不會太孤單了 因為我自己覺得很有意思 沒有人懂 沒有人聽得懂 像我在創業的時候 維除離街園丁是什麼 大家聽不懂 有人到我辦公室說 他要買花園的機械 所以就是因為 大家聽不懂 我覺得做起來才有意思 這樣 現在大家都懂的話 那最 大概應該也快十年 最後一張了 十年前我提出 服務業的國際化 服務業的國際化 有千倍台灣未來五十年 有一千倍的機會 一千倍來自於 服務業是製造業的兩倍 三分之二是 70%是服務業 30%是製造業 大概這個是所有GDP分別 第二個 服務業可以改善的空間 比製造業在台灣來講 可以至少有提高五倍的空間 服務業的市場 因為服務業都當地化 所以如果有機會 能夠國際化的話 現在美國的競爭力 是它的服務業 所以反而是 製造業根本創譜 反正政治根本就不懂產業 要把製造代給美國 門都沒有 所以整個有100倍的機會 所以二乘以五乘以100 當然還要面對100倍的挑戰 這個也就是說 我們要掌握那個機會 我們有很多現在沒有 如何借重現有的基礎 能夠慢慢建立的新的核心能力 然後掌握未來新的機會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一個提升台灣競爭力 所以我從宏祭退休 已經快20年了 我沒有從社會退休 我都在關心台灣未來的競爭力 怎麼樣突破瓶頸來創造價值 當然要前面要挑戰困難 我的作為我們就挑戰困難 突破瓶頸創造價值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Stan哥 那我們請Stan哥可以先在台上 先就座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在後方呢 我們有一位公關大使 他已經準備好了麥克風 然後我們可以請需要提問的 會友就可以到前方來排隊 然後我們來提問 那我們請需要提問的 會友可以到前方來了 可以直接到中間來 那這樣我們可以減少一下 麥克風傳遞的時間 可以直接 我們一次可以問兩三個問題 大家可以多問一些問題 沒有問題 司董 您好 久仰 要兩三個問題再講 那我要去 那我們一個問題一題一題來 記不好了 記不起來 沒問題我們一個一個來 那我們請 司董 您好 我是來自秀水演講會 黃澎亞 David Huang 我家就住在通往陸港的藏路路上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想請教司董 最近這幾年 我們台灣各地在推科學園區 那顯然的都是把重點 放在細菌原製造這一塊 細菌原製造它是需要很多的技術人員 再來它是一個高耗水高用電 像這樣的挑戰 然後再加上台灣推這麼多的工業園區 那可能未來台灣的電力使用 人力加上水可能會在細菌原這一方面的製造 也許會有一些挑戰 不曉得師董怎麼看待這麼多的科學園區將要成立 來製造細菌原這一塊的問題 謝謝 新加坡都要還有還到義大利去看過 大家都在正期做西京園 但是成功的GGU都沒有 勉強還可以維持的只有新加坡 GGU都以失敗說場 包含大陸 九零年代就想要進入半導體 到今天比較成熟的製程還可以 因為有本地市場的需要 還可以 但是實質上是不通的 對於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所有對於到美國去投資 現在德國也在日本要做 它有兩個考量 一個是國防的安全 因為所有先進武器都要靠半導體 第二個是整個產業鏈的安全問題 斷鏈的話整個產業影響很大 在這種情況他們在考慮 所以台積電彈到日本去的比較成熟的產業 在美國是比較先進的 那再多我個人認為 對美國是花很多錢 效益是非常有限的 成本高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呢 德美國跟德宜合作 後來英特爾先放棄低潤 打不過日本就放棄了 德宜就跟我合作 我們做出全世界最好的低潤 最便宜的低潤 但是他後來技術開發也落後了 輸給三星 所以他也就放棄了 所以我就把他的股錢買下來 後來要轉型經營代工 沒有不同的文化 所以就轉給台積電 這裏面呢 政治人物用講的比較快了 但真正裏面 迷迷咬咬咬 還有很多基本的條件 剛剛對你所講的水電的問題 台灣當然會缺電 也會水要有效的利用 但是你要了解 半導體很需要水 但是它的recycle的水 已經我記不出 我當年就70幾泡了 現在已經到90幾泡了 都是循環在使用的考慮 那這樣政治人物 每一個縣市都要有大學 都是剛才我已經講過 平等式的 起頭式的平等 這是政治體系自然產生的問題 沒有考慮到它的效益 效益最重要就是 建構一個生生不息的循環 你如果沒有循環 你等於丟錢進去 所以我兩三個星期前 德國有一個記者來問我 台灣的獎勵措施是比較 比較對的方法 我們稱為獎協金的制度 投資敵監 你如果有賺錢才可以抵減 沒賺錢就要 那美國或者歐洲都是補貼式的 不管大陸的一樣 你只要在這個領域裡面 大家就搶錢 反正補貼進來 有沒有成效是以後的事情 所以這個思維 所以台灣從政治的政策 產業的政策來講 相對也比較合理的一個方向 有沒有弱掉哪一個沒有回答了 人力這一塊 人力很明顯的 實質上台灣是不夠的 所以到美國也需要 接種當地的人力 但是很可惜的 製造製成裡面的人力在美國 是不太理想的 但是我現在也在跟 ASU 跟 跟 那邊在談 如何在那邊信念 製成 美國沒有製成的人才 但是文化有一點問題 但是如果說那個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剛才我忘了講 德基 德移半導體 當年把所有的經驗廠 移到日本、台灣、義大利之後 的結果 它的原花就沒有落實 你等於單獨在那邊只上台 並沒有在生產線大量生產 所產生它落後不得不放棄 所以很明顯的 在製成方面的人才美國是缺的 那台灣如果要 未來有大多 要更多的人才 我有三個星期前應該有一個評論 叫 新南向、新思維 也就是外國的留學生 也要加入我們的人才 美國之所以能夠強化 也是留學生 外國來的人才 而不是現在只有外勞 而是外勞 外勞也要借重 實際上宏祭是最早用外勞的 80年代 我就從菲律賓找了一些 來到台灣做 英文的Documentation 就英文的文件 日本的華僑一進來 就很輕鬆 就英文 所以人才還是要能夠國際化 那就信念人才很重要 現在行政院的創新條例 信念半導體的人才 也是我在教育部 花時間去說服的 所以因此楊明教大 第一個他說不行 只能 台中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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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才可以 所以這個也是 沒有所謂策略性的觀念 都是屬於齊頭式的觀念 在裡面 也沒有辦法民主政治 或者大家哇哇叫 也是不行 那另外到日本 也是為了日本材料的人才 台積電在這個考慮 還有Supply chain跟Sony合作 現在在德國 會跟 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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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汽車零組件的一個供應賽 在德國 那一個也合作 他需要 成熟的一個半導體 電子專用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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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史董的分享 謝謝謝謝 謝謝史董哥 那我們請請下一位 謝謝史董哥今天的分享 那我今天有學到兩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微笑曲線還有心態轉換 那我想說 問一些比較具體的問題 就是 想說 史董哥會怎麼 給目前在學的學生 或者是 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他們要怎麼來充實自己 然後來面臨接下來的挑戰 尤其又有一些很多 AI技術的引進 謝謝史董哥 最重要的就是 您已經講了 就是要歷練嘛 要學習嘛 那找工作 最重要不要以薪水來思考 以能夠學習的工作環境 重要思考 反過來我也講實際的案例 我找了員工呢 就事先告訴他 公司隨時會倒 但是你 你學的東西一定用得上 而且有的人 從政誕行來的人 我告訴他說 薪水不能高了 因為你是 讀了大學 被利用 我現在是要欣勵你 你要 你要付錢 來做這個學習 替個員工交協會 所以我們 宏記信念的高科技的董事長 總經理人才最多的理由在這裡 所以我奉勸 所以我去看 年輕人不要趕 比薪水 比 因為 比 經歷 不是 更重要的是 學習的機會 而且我也在跟教育部講 教育有 不是學校教育 教育是有家庭教育 人格教育 還有 真正的社會教育 就是組織教育 組織教育 辦人的角色 比學校教育還大 因為時間更長 成熟度更高 他也想知道什麼 因為學生不玩是不太合理的 學生有太多的時間要玩 那如果就業以後 除了有工作之前 才會去想到玩 或者工作為主 那主要是學習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史丁哥 我想Toss Masters 也是一個組織學習和教育 那我們請下一位 史丁哥你好 我是來自高雄演講會的 然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偽創 就在跟宏基同一棟大樓 然後我想謝謝史丁哥 我之前在偽創的時候 學到蠻多東西的 對 然後我的問題是說 像偽創這種代工廠 或者ODM這種代工廠 它要怎麼樣表現出差異呢 也就是說像偽創這種公司 它要表現什麼樣的差異 才能夠贏過其他的代工廠 我之前在偽創公司的時候 都一直在想說這個問題 不知道史丁哥可以幫我回答 因為我退休之後 所有的這些狀況 我都從新聞看到了 我比較注意 現在我已經發現 偽創有50%的生意 跟PC無關了 我也很高興 他在高雄台南 也建立了很多祭典了 而且 南部的薪水跟北部一樣高 那穩定度南部也高很多 所以也就是他也注重到整個 從現有的基礎 找未來更高 戶價價值更有未來性的 當然初期都是一種投資 但是對人才的培養方面 或者提升整個台灣的競爭力 是有所幫忙的 大概我所了解偽創 大概很有前途就對了 謝謝 偽創 偽創是比宏記更具備宏記的文化 因為他主題 宏記原來的主題 是在偽創裡面的 謝謝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但是呢 可以有一個很長的問題嗎 我來幫Stan哥來寄問題 你們可以快速的問一下 大家主力 可以看多問 多問 來 Stan哥你好 我是來自政治大學分會的 我叫Morgan 那就是大家知道 政治大學就是一個文主學校 那可是現在的社會上 感覺好像我們的社會 充斥的理工人才為優先的這個社會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文法商的學生 我們應該要 可以有啥些事情 我們可以精進 應對這樣子的社會 我很甘地簡單 盡量 第一個 未來的發展 文科反而是重點 也就是東方系文明的體現呢 是在精神文明方面 是文化藝術有關的 社會發展等等有關的 但是呢 文科的人要對科技的工具 不要怕它 好好的駕馭它 是最重要的 你不用 等於你的效率是相對的是有限的 所以我目前 楊明教大已經有課程 專說文科的人信念科技了 就人工智慧等等 而只限文科的人可以可以的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主持人 董事長 感謝你為台灣的付出 你是我們台灣的川崎人士 我是代表台灣南區 K-1區 請問董事長 對AI還有Chatt-GPT 以後對人類的發展 有什麼看法?謝謝你 還在發展中是我們活得很快 我是台灣第一個讓科技普及化的人 第一個我就開發台灣第一台的Coculator 第一台電腦 很明顯的這些都是讓人可以使用的工具 把我們的智慧應用在那些 所以人工智慧應該叫做人工智能 智慧是在人的腦筋裡面 如何善用這個發展 大家注意而且最好能夠了解它 可以使用它 使用得很上手的話 你可以發揮你自己的智慧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而且我只能就還不晚還在眼鏡中 越來會越好用 越進步 好 謝謝 感謝您 好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世音恩好 我們是師大附中高一高的學生 我們有幾個問題想問 您在求學階段時期 是否對未來成績沒有搞過 以及你覺得高中生要如何投資自己 高中如何投資自己 在高中他們都是高中生 然後他們想要問說 在高中求學時期怎麼投資自己 怎麼樣學習成長 例如說 就您提出的微笑曲線好了 我很好奇說 您認為這個東西它是否能夠 與我們個體成長的創造價值有所結合 我高中的時候當然要準備大學了 但是總是要多見識 我是獨生子 我爸爸我三歲的時候就過世了 我媽媽非常愛護我 所以讓我獨立 所有那時候救國團的活動 我都跑到橫貫公路 跑到台北來玩 只要是增長見識 都看看 那整個都是學習 我剛才也講到 我是非常內向的人 所以也不敢上台 但是我的理科 大家可以知道 我在高二暑假的時候 我突然接到說 我要參加愛迪生獎 愛迪生獎是每一個學校 數離第一名的人 我那時候前那個年級應該五六十名 但是數離第一名表示 你可以看到其他科目有多差 所以 一平靜下來 就是不行 就是這樣 所以 但是我等於未來 尤其進了較大之後 我等於 我是重考生 Jones也是重考生 我是成大 他是東海的 沒有錯吧 重考生的好處就是 我還是玩過一年 進入讀讀書的時候 所以我就變成在交大 是創了攝影社 創了奇巧社 排球隊隊長 做球隊隊長 所以玩得非常非常的痛快 我並不是很在行 但是俗中無大將 只要大大將 所以我 因為 還有要特別想到 當年在 教大的文科的老師 都是理聘從台北下來 理科都是專任的 所以比較嚴 那 專任聘的人分數 好的九十幾分 不好的八十幾分 一平均我就占便宜了 就這樣 所以我就自己非常有信心 所以這個是 當時也沒有什麼目標了 就是盡量去學習 因為實質上 整個發展過程 是完全不一樣了 但是我有 本來我的志願 是當較大的校長 在研究所的時候 而且我在讀研究所 聘的命呢 拿不到第一名 是第二名 蔡蘭雄第一名 他在台大電機系的 又 資質又好 又用功 我每天還可以再玩 我就覺得 圖書這麼辛苦 我就不敢再讀博士當 教大校長了 所以就開始 就就業了 所以就慢慢的 剛好也是基因了 我第一個公在環宜店子 剛好是第一個 台灣有研發的 部門的公司 其他的公司 就是像大同升保了什麼 他們都是日本的工程部 沒有研發部 就技術轉移從日本來了 我就開始設計 台灣地台 這樣慢慢的建立一個信心 所以我個人的建議是說 很多事情不能勉強了 一定是往上爬 就是把基礎打好 掌握任何學習的機會 老天安排你什麼 那你就在那個環境裡面 盡量去爭取 學習 勇於認識 總是不能說被當掉 浪費自己的時間 你做什麼事情 像我做社團負責人 就是王道 創造價值 大家玩得很快樂 就是創造價值 李毅平是大家 因為同學你也不能管他 只能服務他們 我記得很清楚 我在當隊長或什麼 早上五六點鐘起床 到那個房間敲門 起床了 趕快要練球了 就做這些服務的工作 就這樣慢慢把同學們 把他服務好 是最重要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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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史丹哥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提問就到這邊 讓我們請史丹哥 先到台的中央來 那我們特別邀請我們的會長 Gloria 幫我們製贈我們今天的證書 還有我們的禮品 那我們請 先 請史丹哥 可以先到台中間來 來 我們到中間這邊 好 特別感謝史丹哥 他用他畢生的經歷 還有畢生的時間 來為大家證明 台灣可以 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 這樣的經驗和分享 能夠鼓勵所有 我們在全國各地 Tosh Masters的會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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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史丹哥 不降落 一看 我們的最後一題 印象